我发现这几年下来我是非常适合去给工厂 或者说想做TK项目做服务资讯 因为整个链条下来 从自己开公司去做这个TK 到后来服务于各个工厂 等于是把B端C端的坑全踩完了 基本上被TK洗礼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激情是有 激情只是钻研层面的一个体现 它也包含了我个人性格的特点 但并不代表我在TK上能挣到大钱 这是毋庸置疑的 接触过很多团队 包括MSIN的 包括思域的 包括其他跨境电商的 整体分析下来发现 挣钱不单单是要有一个赛道的专注能力 还是需要有很多的低域跟供应链 这是整体结合的特点 跟以前你们刚接触做亚马逊 规规矩矩 一步一个脚印去测试这个平台是不太一样的 TK的变化不是像国外的平台 它会永远让你把钱花进去 下个月再吐出来 这就是TK的节奏感 所以很多人告诉我有非常成熟的赛道可以不断的复制化 目前就极少数 我所接触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一个领域不是说钻研了三五年以上 特别擅长的人 他告诉我他所有东西都能吃透 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基本上所有的创新也都凌驾于在这个行业赛道的深耕 虽然一直在做这个TK深入 但是国内的赛道接触了也是越来越多了 因为很多国内的团队成熟的团队 通常去线下去他们聊天 我们去进行一个知识的碰撞 因为国内国外大家都想去做跨境出海 跨境电商四个名词基本上都在流量榜前几名 从去年到今年或者说从前年甚至大前年到现在 可能四年过去了 大家会发现跨境电商一直是往前推 一直是这个国家支持的项目 并且一直是个谜 你在学跨境电商的时候 你会发现明明看到能挣到钱 但是这个钱就是不太好挣 那就足以证明这个门槛是高的 很多人会告诉你欧元是国内的好几倍 美元是人民币好几倍 大家可以去挣 马来币是国内人民币的好几倍 但是没有人会告诉你 一路下来你要踩多少坑 它的商业闭环有很多 包括我自己也有很多商业闭环 但是很多闭环我复制不了 这就是一个现实情况 就是你的商业闭环想复制的时候 你要结合的点真的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才跟很多粉丝经常去探讨这个话题 一定要反谱归真 看哪个点能够深入一点 看哪个点能够深入一下 就像你做账号一样 你不可能一个账号所有雷目都去搞 所有雷目搞你是能够拿到单子的 因为带小黄车就很容易出单 但是不代表你不垂直 雷目下的账号你能报单 这就是一个账号逻辑 所以我的信息上跟大家聊的时候 我没有去反驳大家 因为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 每个人他认知不一样 就一定要定义好 我经常跟很多人说 把这个赛道先了解完 底层逻辑先了解完 然后再找一个你挣钱点 我看过很多人挣钱的 但不一定是带货 就大家可以去立业话题 就因为TK这个门槛 它变得太快 TK的门槛够高 所以它所有的环节 都可以当作一个独立的知识点 以及独立的商业项目 来去推动 所以说一个引流平台 它不管是去给国外的其他平台 去引流 或者亚马逊引流 都无所谓 它始终是一个免费引流平台 大家是要看透这个东西的 再结合一下 大的团队 几百人的团队 我们也去探讨这个事 但是他们挣的钱 是你很难挣到的 所以说高度不一样的时候 如果说你站不到巨人的肩膀上的时候 就不要去想挣这个钱 商业认知 以及人性认知 一定要通透一点 现在的大环境就是这样的 不过可能说国内不挣钱 但是我所觉得国内那些还可以 还可以 所以让我打开一个新的认知 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挣钱 而是可能大家想多的东西太多了 想挣的钱太多了 就像我的视频一样 说到现在已经好几分钟 很多人其实已经滑走了 那有可能我会告诉大家 我后边讲的才是重点 这就是一个人性问题 基本上所挣钱的东西 大家可以琢磨一下 是不是这个道理 有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 大家已经努力好长时间 努力好几年了 可能就差那一步 就打开自己的商业认知了 所以说没有这种高维度的商业认知的时候 你做所有项目可能都是这样的 快钱不好挣 万钱有可能就是快钱 大家可以琢磨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